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不断地跨越 愿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动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刘同牧师 欢迎你收看跨越的人生 快乐人人都渴望 但怎样才能拥有真正的快乐呢 我们常以为如果能有更多钱 或有更多物质享受 就会快乐了 其实并非如此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美国大富豪洛克菲勒说 你觉得还需要赚多少钱 才会快乐呢 他笑着回答说 再多一点就好 换句话说 永远不够 事实上就算你拥有再多 都不会因此而快乐 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付出给别人 中国话说 助人为快乐之本 圣经上也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只讲拼命的德 却一点都不愿意给 就像死海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死海里面 没有任何生物能够生存吗 因为它的位置低于海平面 一千两百尺 所有的水只有净没有出 久了之后变得又臭又咸 不懂得付出的人也是这样 不但自己不快乐 周围的人也不快乐 反过来说 我们的生命应当像活水一样 有净也有出 这样人生才会充满活泼与喜乐 要学习慷慨施舍 不需要每分钱都得花在自己身上 当你看见别人 因着你的付出 得蒙祝福的时候 那种喜乐是金钱无法换取的 真正的快乐不在于得着 乃在于付出 如果你以为只有得着才是快乐的话 那么恐怕一年只有两天你会快乐 圣诞节和你的生日 可如果你选择过付出的生活 那么一年365天 天天都可以是快乐日 愿上帝祝福你